当老师想上厕所时 萧萧说自己提给老师说话 小床上下课 你等会我说话 喂 萧萧学自己的啊 你的纸啊 老师用老人啊 你们谁在把这个口散和弹镜的 再给我记滚啊 把这个表就给我抄一百遍 记得没啊 什么时候了 你犯这种错误 而笑啥呢 我就看着你妈读那个cosine tangent 挺有意思的 那应该咋读啊 它正常应该是读cosine tangent 但是你们又不考音标 就读什么都一样没所谓了 我没有老师说 你那三脚孩说的发音都不对 让你改改 还笑 动上来说 你觉得这里应该添一个戒子 那个昨天啊 有些人给我反馈 是我这发音标准 让我改 改不了 自己跟老数学公司知道啥意思就行了呗 改不了啊 咱们自己没课哈 那个你去跟咱那个地理老师说 我这天热上咱们吹热公调来 然后现在给咱们那个讲讲题 讲讲课啥的 啊 嗯 好 等老师来上课啊 老爷 我们班上说添热 让你上班讲课去 那为啥热就得让我上你班去讲课呀 行 这就去 哦 下课啊 就是给你 这地理老师的包啊 谁给老师送去啊 你们跟他说这别往班机割 中午没人呢不安全 嗯 老师 你的包 我们班上说了 别往我们班哥 走啦 这啥意思啊 你上来了吗 你太疼默了 张亮你今天提的完了 跟着大游戏 哦 我 她早写完啦 还回来都跟我学了 说你为他们着想 让他们假期好好玩 所以留的少 不停啊 我没说过的话呀 小亮跟我说的呀 你不就给他们留三张卷吗 什么 我总共留20张呢 啊 不是张亮你造牢造我头上来了 还我为你们着想留的少 你怎么那么会变呢 跟你爸年轻的时候一样 你给我找到睡衣了 不逛街了 我看那小作业 啊 当班人打扮老师讲课时 这个流向极地的洋流啊 就叫做朋友往上 那跟她干什么玩呢 梅康老师可上不讲课呢 张老师您接着讲 嗯 好 第一问 这通向公司都会求 刘月 我瞅你多长时间了 你跟李雪粉的落啥呢 那谁知道了啊 这俩人就跟多少年没见识的 这一上课落得可欢的 我再给你俩最后一次机会啊 王老师他俩要再落 你就让他俩出去 还不好意思啊 没事 咱班多月这个作文写的还是 孙涅 你跟她捅过啥呢 梅康老师可上不讲课呀 你看着我咱是上课呢呀 喊什么玩儿吓我一跳 你又能讲你上来讲啦 叶姐不好意思啊 不懂过去 上班时间不许玩手机 我还心想等会上上分呢 你不让玩不玩吧 省得这那名老师 啊这又不让玩手机了 这真是 自从他换校长之后啊 这学习成绩没上去 那花花事他整一堆 不让玩手机 哎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收过一本的 孙涅偷动 哎对 就这个 你看看啊 正好 我妈 孙涅这孩子 这就是个发明家 叶姐 哎吴校长啊 玩手机呢 啊 没啥事 第三题我没见过这题啊 答案没给步骤 同学们等一下啊 我拍照搜一下 这种题害不会做啊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这种题不会做你家学长呀 你别学得了 你这角度告诉你了 这个等于角度 让你求着脚壁 求着脚壁 求着脚壁 嗯 这一提出的不太好啊 那个不讲 不讲 看下一条 这道题难的啊 这三班都没有能做出来的 我看咱们同学水平 有没有能做出来的 来 最高奋勇 举手 老师是如何发现 学生抄作业的 这题这么难的 能有做出来的呢 呦 这做出来了 哎呦 这步骤写的这么详细啊 这孩子真厉害 这写什么 答案不为一 言之有理即可 这孩子想的太全面了 这都能想到 这跟答案都一样呢 天空题第一个问啊 答案是13 来 谁写的B 起立 哎呀 挺壮观的 不是你们都怎么行字呢 啊 抄都抄明白 那你学着这顺盘 人家知道改改呢 人家得A 答案拿出来吧 来 老师你咋知道我有答案呢 我咋知道呗 你大题写个略 这题提问啊 张月 老师我选A 哪儿我选C 哦 你们两个都叫张月是吗 啊 行 这个个子高一点啊 那你叫大张月吧 你是小张月 行 这样一副老师也好区分 客代表啊 你在刚才给我的点名字 怎么 俩王选呢 你也打错了 不是 没打错老师 我把两个叫王选的 啊 俩王选啊 嗯 分班这人怎么行字的呢 你俩一样 没往一个半分 没带脑瓜子上班 我校长就给他看一看 先自己看 老师你好 找下刘海燕 哎 他妈妈来看他了 在办公室等着呢 我妈来看我 我妈都没多少年了 你跟这瞎说什么玩呢 我告诉你啊 你 老师 应该是我妈妈来看我了 啊 你 你也叫刘海燕呢 啊 去 去吧去吧 给我吓一跳 老师是如何跟家长沟通的 哎 张老师 哎 家长你好啊 哎 请坐请坐 啊 那个叫您来呀 就是想跟您说一下 这个孩子在课堂上 有一些小问题啊 啊 都不是太严重的啊 您不用紧张 哎 李北妈妈 我跟你说啊 咱家这孩子 确实是有些问题 但是啊 不是这儿的问题 这孩子脑瓜特别聪明 他就是不学 他要是学的话啊 考我们班机 前五 不是我夸张啊 绝对没有问题 呃 孙鹏你先出去吧 我给你爸单独落 嗯 刚的呀 不是老师说你啊 你当时上学的时候 就好犯这点小毛病 这现在你儿子又这样 哎 老师 我也管不了啊 管不了 行 明天让你爸来一趟啊 我亲自跟他说 你看这张乐多聪明啊 人写完的之前就拿出来抄 他知道抄个学习好的抄啊 下回你就 主任啊 主任怎么办 哥们我告诉你 没事 今天中午马上就放学了 周六周日两天 他就忘了 撒 老子 吃饭不 吃 等会我吃完呢 我直接吐张乐的嘴里 他就愿意吃现成的 哎呀张乐他肯定知道错了 下次他再也做 你要再帮你家孩子说一句话 我现在就走 以后你们家孩子学好学会 跟我没有关系 哎 别别别 我以后再也不把他说话了 你别 你别说了我 那你出去 把门带 嗯 当学生发现卷子判错时 老师 李雪呀 啥事 嗯 那个我卷子给判错了个题 少加两份 我看看啊 哎妈这可不是嘛 这你要加上这两份的话 这在大绑上能进十多名呢 你那个回去告诉咱们同学啊 有判错的叫你过来找我啊 快去 你俩啥事 我这份合错了 少给我合两份 你呢 我还啥一份 啊 就因为这么一两份的事来找我一趟 你俩有着工夫 能不能多被我带死 份都都完了 夹不了 不是 那三个老师都给夹了 他说啥我不管啊 我这就是夹不了 在墨你俩卷子作废 一份没有 嗯 可以 哪道题 这个 我这和答案都是一样的 这答案是错的啊 这不给加分 嗯 你这上一题这不错了吗 这怎么给判对了呢 扣分 上学时的反向操作 今天下三分一周皮毕 啊 然后 然后啥来 哎呀 这记不住啊 这这么多序 咋备啊 他最近失眠呢 这咋都睡不着 真闹心 老师是如何面对开学的 明天开学第一天 这帮孩子信肯定不静 我必须得把这第一堂课讲的有意思了 才能挑起他们学习的兴趣 我得好好讲 这笔格群里烙这些没有用的啊 明天开学 第一件事啊 我就是要查作业 先告诉你们啊 到时候别给我找了些个借口 有什么辣家了 有什么丢了呀 告诉你啥都不好使啊 作业给我准备好 明天查 只要没到最后这一刻 就还是有推迟的可能